大家还记得呀 在河北某地发生过一个烧烤店打人案吗 我知道你们都是属于的啊 可能都忘了 我也忘了 我找这个文件啊 我以为在五月份呢 结果五月份没翻出来 翻六月份的文件已经翻出来了 是六月十号啊 在河北某地发生了烧烤店打人案 都到现在了 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报道的时候 还用某地啊 现在这个结果呢 出来一个部分的阶段性的成果啊 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报道的时候啊 这个主流媒体啊 什么清风侠长安街知事啊 又是一顿的洗地 咱们就不管他们了啊 现在呢 说呢是28人公诉 8名保护酸被留置啊 这个保护酸我看了一下 最大级别的是个副区长 基本上都是公安民警 这小伞的比较小啊 你不要不满意 说六月十号啊 网友发帖 称河北唐山机场路 一家烧烤店 多人起冲突啊 一阴男子酒后搭讪女子 和多人对女子进行殴打 此时一曝光啊 引起社会关注 那8月29号啊 河北省检察院 关于陈某志等啊 涉涉涉势力组织犯罪的 这个情况调查呢 进行通报 那么这个案子呢 他没让唐山当地查 让廊坊的查 但不管哪查都是一个盲盒状态 从头到尾 没有一家 无论是主流媒体 还是自媒体的参与 啊 就是我前面说的 这是一个盲盒社会 你拆除什么来 看你的运气啊 那特别是更恶劣的是啊 他们还留 还有这个抓了这个 河北衡水的一个自媒体啊 就是写微信公众号的啊 把它给现在还关在唐山的啊 极其恶劣 所以啊 这个地域黑 地域黑 地域黑不是没道理的 我是一贯反对地域黑的 但是啊 在中国啊 今年我本来想做一期关于啊 今年中国地域黑 被黑的最厉害的几个省和地区啊 那第一是唐山 第二是徐州 第三是河南 是吧 第四是三亚 这我排的啊 你说这个地域黑 首先你自己得争气 是吧 别人黑你的时候 你要勇于站出来 其实当地老百姓要勇于站出来 是吧 敢于承认错误啊 敢于揭露实际情况 但是实际上真不是啊 完全是一个第一 就是严重的悲痛管理 被打女孩的父母 亲属 包括本人 没有一次发生 第二个呢 当地的复联啊 当地的相关机构没有发生 主流媒体 电视台没有一个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别人不黑你 怎么可能呢 我都想黑你 不过我唐山好多朋友呢 不能黑 不能黑 这个事啊 就是说 唐山呢 是一个给全中国人啊 就大陆的民众 有一个很深印象的 这么一个城市 就是唐山大地震 当时呢 这个一场天灾啊 给唐山留下了一个 好几代人都忘不掉的窗帮 那现在呢 这个唐山烧烤店啊 又在他们身上的 又在全国人民身上的 也留下一个伤疤啊 这个当时看过这个视频的人都是 到现在恐怕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的 啊 所以吃烧烤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啊 所以我们穆罕默德赵同志呢 说过啊 在美国吃烧烤呢 你你很不安全 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 所以现在呢 唐山人民被黑啊 也就只能偷着乐了啊 那这个事呢 调查的结果啊 就无非那样啊 把这个事情再说一下啊 把这个案件说一下 还是说轻伤啊 4名被害人 有120救护车送医啊 其中呢 李某、袁某进医院检查后呢 自行离开 王某某、刘某某的 在普通医院住院接受治疗 在7月1号出院 经法医鉴定呢 王某某、刘某某是轻伤二级 李某、袁某是轻微伤 所以呢 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 唉 就是挨了几件打而已啊 不要看那些血淋淋的画面 那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啊 那都是你们意想的 所以这个事啊 清拿清放都不至于 后边也说过了 说这个黑恶势力呢 唯非作恶啊 欺压百姓 破坏当地经济 和社会秩序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压根就媒体 受害者受到什么影响 有没有多大 这受害者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 就是我们讲以人为本 我们不是以社会文本啊 是吧 以人为本啊 我们要关注每一个个体的情况啊 关于每一个小蚂蚁的情况 现在这个小蚂蚁呢 看起来哎 一脚踩过去 没踩死 没踩死啊 看看拨弄两下活了 走吧走吧走吧 7月1号出院了 就这么定 嗯 所以啊 这个河北廊坊的这个调查案呢 是比较细的 肯定也做了充分的意见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调查的 这是一个盲盒 你不要等着60年以后接你60年以后 这60天不到这人都把这事都快放光了 中国人民是属于的 所以呢 这个事啊 就不要再关心了 唐山被地狱黑呢 你们也就认了吧啊 认了吧 很快有别的地区顶上 比你们还黑的事会出来 哎 我还真想做一期关于这个地狱黑的节目 这个地图泡地狱黑啊 和地图是相关的事 我们都要做的啊 那么今天看起来啊 确实唐山是被黑的最厉害的 第二是徐州 因为这一期我也不准备在视频号上放了 所以可以大胆的说 第三大家觉得是哪 是河南还是三亚 我觉得河南三亚可以并列第三 所以前三强定了 第一是唐山 第二是徐州 第三并列三亚和河南啊 那好 关于唐山这个案子呀 我简单就聊到这 实在不想说这些这些烂事啊 至于说留制了一个什么什么公安局的局长啊 分局的局长是保护伞 然后一堆的派出所的小民警 不扯吗呢 是吧 拉倒吧啊 拜拜